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假面骑士中最不能惹的 是这帮搞科研的 前有兽棋整出善意 差点智蟹危机 后有下脚反复横跳 不断热补丁加强 这不比什么反派炼金 大叔牛逼多了 并且假面骑士中 此等逆天的大佬还真不少 大伙们想不想知道 谁的科研能力最强呢 别急 咱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第六名 战机灵马 出自假面骑士开武 是世界术财团中 担任技术研究的天才开发者 凯武中所有的腰带 都是出自他手 包括战机驱动器 和创世纪驱动器 其他还有一些大小所种等 也是竟由灵马开发 他同样还是假面骑士公爵的变身者 剧中战力十分强大 在前中期基本都是横着走 后继也有高光 但灵马本人却并不喜欢打了啥啥 更多的是在一旁OMO 关心自己的发明 或是解析非自己发明的道具 之所以将他排在第六位 是因为他整出来的驱动剧和所种 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顶尖产品 剧中最强战力 成神的大将军形态 跟他没关系 过渡圣红形态 跟他也没关系 硬要说 只有个会科命的皇权所种 是灵马之前研发出来的实验品 而且还因为副作用过大 被封存起来了 纵上所述 灵马在开悟中的定位 更多偏向骑士系统的电机人 换句话说 就是让大伙们有腰带用 机械先鞠了属于尸 其次第五名 库里姆博士 出自假面骑士池奇 他原本是参与开发 机械变异体的科学家 后来不幸遭遇盗反天纲 被自己的造物夺去生命 在临死之际 他将自己的意识 伤传到了池奇驱动器中 作为腰带先生 继续存在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代打王 想要变身池奇 必须经过他这一关 库里姆的发明极其繁多 除了机械变异体 以及池奇驱动器外 还有斗奶特农之前的 所有变等战车 别都不说 单单一个挂鼻方程师 就足以显出库里姆的天才 方程师形态 也叫不要脸形态 总体胜率高达90% 几乎可以说是出场必胜 算是持习戏 战力排名担当 除了这些之外 老司机变身最终 斗奶特农形态的前置条件 也跟库里姆博士有关 有的老铁就疑惑了 不对啊 斗奶特农不是姐夫 接了之后微信出来的吗 但你们想一想 他们微信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赛特朗号跑车呀 这跑车不也是博士 鼓都出来吗 圆上了 都圆上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年度最佳苦逼科研工具人 第四名 童胜战兔 隆重登场 他出自假面骑士创棋 并且还是正儿八经的主旗 战兔在创棋TV中的待遇 只能说是男墨女类 周围一帮二傻子 整天不知道在乐呵些啥 自己承担着发装备的科研重任同时 还得在战力上扛那样 并且还时不时要被火星射屁怪 PUA搞形态 换个人来 早孕育了 科研发明方面 虽然创棋驱动器不是他设计的 但战兔加入了最佳搭配系统 大幅提升了战斗力 后续还有强化形态 气泡兔坦平 郭斗形态 瑶瑶乐兔坦平 最终形态 天才大聪明平等 甚至硬要算 还有他前身葛城桥搞出来的危险扳机 一身装备全靠自己手挫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不求人主旗 并且不仅限于此 二戚龙我从头到尾 也基本都是挂在战兔身上吸血 技术形态 穿越龙靠他 强化形态 果冻龙也靠他 最终形态 熔岩龙还是靠他 这不喊声亲敌啊 真说不去了 同理 三级海哥还有四级老师人 使用的挤压驱动器 技术也都是来自工具人战兔 甚至除了替位到外转 他都还在禁地 研发的外挂 包括弹不限于龙我 最强银河龙形态 编身道具银河龙瓶 海哥最强农家乐形态 编身道具完美国度 老师人最强碎碎兵形态 编身道具鳄鱼碎碎兵 你们哥仨属实是 有点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科研能力榜 战斗排第四 绝对实质名归 然后第三名 卫星泽亚 出自假面骑士01 哎不是 怎么到了这儿 连个人都不是了 先别急 你就说01中最大的外挂制造商 是不是他吧 众所周知 01系由于是科技署骑士 据中可以说是 外挂遍地走 科研不如狗 什么亚克科技 赛亚出品 简直是多如牛王 而在这之中最为逆舔的 无疑是霍人指定亲爹 未行泽亚了 几乎包办了他大部分形态 从TV第一化 造出01驱动器开始 再到第十五化 升级闪耀突进蝗虫蜜药 以及在TV第四十一化 一字将霍人 为了实现幽灭人的构想 作为设计图导入 泽亚再将其实验 成为02驱动器 帮霍人解锁了最终形态 一路下来 泽亚就联手亚克一起 整出了暴走善意的 贾面骑尔03 可以说要论科研能力 泽亚肯定是不属于 其他科学家来的的 贾面骑尔中 科研能力最强的人是谁 第二名 乔治兽奇 出自贾面骑尔利维斯 他是隶属于 菲尼克斯的天才科学家 其本身在剧中 就是一位贾面骑尔的死忠粉 尤其热爱平成来的 说起这位大能 那可真的就是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毕竟哥们的外号 就叫兽其A梦 什么 一会打怪打不过了 没事 挂来 什么 一会打怪又打不过了 没事 挂再来 啥 因为没有恶魔无法变身 别慌 给你这个 双重人格精神奋力 小问题 我还有招 兽其A梦 取世浪格许名 甚至到了TV最后 这小子看别人 变身玩的那么爽 一时收养 给自己也做了个 实家屈公信 变身成为 假面骑尔的实家 狠狠过了把 其强大的战力 可以说是 完全凌驾在 主旗一会 及捉迷的 最终形态之上 如果不是一会 靠嘴炮 摁冠输出 这利威斯 最终副本 都不知道要撒赢 而要论 兽其所开发的 最强大 最逆天的道具 莫过于 善意取动器了 这玩意儿 可以使用 所有假面球师的力量 除了有点限制外 简直就是个 移动地气额 看着善意 各种穿越空间 刷卡装逼 更加不仅让人感慨 受其的科研才能 恐怖如此 最后净小第一名 卡密·坦利斗 出自假面球师 埃克赛德 同样是近期的 风云人物之一 能够被称之为 神职才能的他 在TV中 可谓是顶级大跌 几乎包揽了 埃克赛德中 一大半的升级道具 包括弹幕线 与魔王幻想卡带 偷摸射击卡带 无敌玩家卡带等 而之所以将下脚 排在榜首的原因 是因为他那 不要灭了科研泰的 TV第41画手 为了给无敌地 加上存档功能 下脚熬夜爆肝 一次就破获了 十几条命 堪穿无畏凯摩 埃克赛德TV结束后 下脚也是离谱 发明不断 他显示在 真结局三部曲里 花大代价 造出了神石一卡带 成功变成史上 数值最高的 神石一形态 然后在界外者中 作为修瓦吉亚 重新归来 当着老前面 扭走了亚瑟的力量 并现场手挫 神无双卡带 解锁无数幻梦形态 最后在刚更新的第五集中 又评定自己的才能 获得了超越不妙玩家形态 甚至被善意打死前 虾脚都在收集 善意卡的数据 准备在下一次登场时 带给观众新的景气 可以说卡密谈利斗 只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强 科研能力第一名的宝座 他绝对实之名鬼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不同看法 或其他想看的内容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 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